从事故现场画面可以看到 事故造成民宅起火 现场浓烟滚滚 还有民众拿出手机进行拍摄 中共官媒报道称 6月9号 一架歼7飞机在训练中失势 造成两名百姓受伤 一人死亡 飞行员则是跳伞成功 事故原因和伤亡情况还在进一步调查 有大陆网民表示 坠机现场附近有两所学校 也有人员表示 失事地点临近老河口军用机场 主要负责广州军区的空军新机师训练